和现代将医疗视为产业来经营 以盈利为管理目标来相比 当年的宣教医院不积极盈盈地赚钱 多位修士神父出身的医生 修女出身的护士 不计个人收入的付出青春 着实可贵 在台湾实施全民健保之前 罗东圣母医院常常为贫病患者 尤其是矿工慢性病患减免费用 结果不仅是蓝阳地区的居民 也有从基隆、台北县 甚至全台各地远道而来的患者 也因此让罗东圣母医院 在当时发展成为台湾东北部的医疗重症 无论是财经或财矿 矿工必须深入不见天日空气浑浊的地层采矿 生命遭受的威胁除了矿区崩塌的危险 还有感染细肺病的职业风险 1959年罗东圣母医院成立完山肺结核专门疗养院后 成为北部地区感染细肺病矿工的医疗灯塔 所有的病在当地没办法看好他们就会来 像以前那个像瑞芳九份活动那一类 那边因为就是有矿场 很多病那个矿工 细肺症 细肺结核 所以他们都是会来这边治疗 原来肺病属于慢性病 治疗需要时间 矿工们一旦离病 即便有劳保 也受限于最低一个半月的给付期限 期限一到就只能自掏腰包 因此听闻罗东圣母院能免费看病 源自台北县基隆的贫病矿工们 不济路程分治踏来 其中包括无念症的矿工父亲连青科 最惨的事情就是说 你老保的期限已经完了 你那个还没完全好 那你家里已经牵一屁股在了 那这时候矿工有时候 这病毒还没好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你再去你就要付钱了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印象非常深 就是矿工只要到那种阶段的时候 都会讲说 没去生母医 生母医就是罗东的圣母医院 为什么门诊病人会特别多 也是有原因 有一些穷的病人 或是有的不讲 他看到他这个人好像很穷 他自然就替他八折 好像说这个人可能给他拿一半的价钱 有的拿七折八折 我第一次到生母医院的时候 觉得很好玩 第一次看到外国人 那时候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是意大利人 对我们来讲 全部是外国人这样 那都很干净 所以我们去看爸爸 当看妇就睡在爸爸的旁边 生母医院那时候很棒就是说 为什么矿工选择那个地方 就是你没有钱出院的时候 如果以前在台湾 你没有钱父母出院 你大概出不去了 就像以前没有保证金 住不了医院一样 生母医院没关系 他会让你出去 但你写一个借记 就是我欠你多少钱 就走了 然后只要隔几年 他也不会来催你 隔几年他们就把那个借记烧掉 所以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对我们有恩惠的医院 随着医疗体系日益庞大 林医慧也从澎湖惠明医院 调回专专专业医师马仁光修士 意大利籍的马修士出身贫困 因此丧母后 年仅13岁便加入灵医会 22岁发愿成为会士 26岁从罗马的医学院毕业后 就随着灵医会到海外行医 期间到过中国云南 照顾过麻风病人 再到台湾澎湖马公创办马力诊所 也就是后来的惠明医院 专门医治当时最棘手的麻风病 小儿麻痹和肺牢病患 直到37岁时 被总会看重所长 调派到罗东圣母医院 完山的结合病专门疗养院 果然马仁光医师到院之后 上门求诊的病患急速增加 有时一天高达两三百人 圣母医院于是又开始筹建内科大楼 1961年完工启用时 规模扩充到三百床 而马仁光医师特有的医院管理风格 也被封上马氏管理的名号 声名远播 马氏是以前是我们的门诊管理人 所以他就是会注意像我们的上班时间 还有我们的服装 还有就是跟病人的互动 我们如果很忙 他那一天他就会突然请我们吃一个面包 一瓶两个豆 会马上说叫小竹馆来马上订面包 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会好像 很辛苦啦 那个好像如果是中午都会超过时间 也没时间去吃饭 我是感觉他蛮有那个管理的胸襟啦 像其实在医院我在这里四十多年 在这个中间他虽然是很严格 但是很少说请员工回去 马仁光修士对员工严格 但却不失温馨 对病人更为贴心 在一周工作六天后的星期天假日 他最爱骑脚踏车结伴出游 并亲自送药给患者 阿道奇有时候到山西乡下 看到熊的人 他第二个礼拜 他就带药去给他 医术医德兼备的马仁光修士 与外科圣手范凤隆医师 成为医院的两大招牌 因而有一内一外 内外双雄的称号 使得罗东圣母医院名扬全台 就连南台湾的患者 也宁愿绕过半个台湾前来求诊 于是1969年 圣母医院再增建外科大楼甲洞 一楼为护校学生教室 二楼为外科病房及开刀房 三楼为妇产科病房 这时圣母医院 不论是规模或是贡献度 都已在台湾医疗界举足轻重 林医会也是关注台湾 智能障碍儿童的先驱 投注心里的核心人物 就是吕若瑟神父 吕神父出生于意大利 在一个有九名兄弟姐妹的家庭中成长 因为家境倾苦 他和兄长吕道南 其排行第六的弟弟玛丽欧 都奉献宗教 吕若瑟十岁便加入领医会 二十四岁尽夺神父 隔年来到台湾 此后常驻宜兰罗东和澎湖两地 尤其先在马公创办惠宁旗帜中心 对身心障碍孩童教育相当关注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社会住的庄园 说你看看能不能帮忙 这些小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进了两位小姐 帮忙我整理这个三家民 祈祷中心 可以跟他们去拜访 这些小孩子 那个时候有一百多个 不过因为那个时候 依然的社会很封闭 所以没有家长 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没有面子 所以去北方很多 过来很多家长说 没有我的小孩子很好 早前台湾家庭一代 生有身心障碍孩童 家长往往碍于颜面 不愿承认 也牺牲了孩子的治疗机会 于是旅神父 在宜兰县社会局的协助下 挨家挨户地 拜访五百多户 生障儿家庭 还整修废弃的 玩山修道院房社 招募特教师资 于1987年6月30日 成立圣家民旗帜中心 这是宜兰县兰西以南 第一座旗帜机构 那时候就有十六个小孩子有四位老师 四位老师 后来那些教掌 他有十五多多的去看 去到山下去看看我们能够帮忙他们什么 因为他们认识小孩子是傻子傻子 那后来他们发觉到我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也不会刷牙 那一两个月以后他们会刷牙 他们会穿礼服 他们会系列 所以这次也是留个家账 跟其他的家账自己宣传 所以他们的山上留个学校 真的把我们的小孩子 那些家账都很感动了 后来他们自己终着留了家账 那后来人数都增加到目前 有138位 圣家民旗帜中心 除了教育孩子学习日常生活能力 针对18岁到35岁的智能障碍青年 还会给予职业技能训练 辅导就业 虽然学习的速度比较慢 但女神父的爱心 让一点一滴击沙成塔 成立初期 女神父每天一大早六点就到中心探望 跟学员互动 神父温柔地握过一双又一双的手 这慈爱学员们都感受到了 还会对神父按摩撒娇 照顾的小朋友是又智能不足又肢体残障 就多重障碍 多重障碍的小朋友很难照顾 连家属实在讲都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的神父照顾他们 照顾得无为不自 所以有的人到我们的旗帜中心去参观的时候 看到小朋友都坐着乳泥 甚至讲话都很吃力 肢体很不方便 小孩子这些小朋友好可怜 结果我们的神父马上纠正这些人说 他们不可怜 他们很可爱 他们在我们这里得到的照顾 跟天使没有什么不同 在父母会觉得很幸福 很累 不会 还是很开心 跟他们 跟他们拜拜 我也觉得很好 就在灵医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同时 圣母医院也有重大建设 1987年夏天 原外科大楼一举扩建为11层楼的新门诊医疗大楼 历史两年多 于1989年12月落成启用 面积达1万多平 不过就在硬体设备逐渐扩充 越具规模的同时 医院的灵魂人物也逐渐老麦凋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